農業部長陳吉仲六號親上火線 公開與超私合約 但被揪出合約內容 跟陳吉仲說法有出入 政務次長強調 代收轉付是國際貿易經常性的慣例 合約清除宅民有乙方 以代收轉付方式 支付巴西雞蛋供應方 並於付款後提供付款的證明文件與甲方 其中甲方指的是續廠會 一方則是超私 國民黨在開記者會打超私 超私發聲明澄清 自己沒有內線消息 二月二十四號暫停營業是因為日本無蛋可禁 同一天農業部發公文 徵求雞蛋進口超私得知訊息後 三月二號就復業 而且合約簽訂的時間已經復業 不影響超私簽合約 反倒是侯友宜禁辦新聞稿搬出採購法 指控農業部圖利有巧門 遭律師打鏈 生鮮農產品本身不是用政府採購法 但是我很意外是 侯辦就是總統候選人的辦公室 他應該有很多的顧問律師 他應該先把這部分的議題 法律議題先研究清楚 國家缺淡危機 業者毫不猶豫伸出援手 現在卻被當成劍靶 將來若再出狀況 恐怕讓有能力者也會卻步 三地新聞李文宇 魯沛與台北採訪不到